有60多年歷史的林園尚尾橋老舟不堪 是目前高手文藝一座有尾橋一律需要重建的 但縣站人沒有猜除 只是有限制載重3.5噸 可是儘管縣重但附近有石化工業區 所以還是有不少大型貨車頻繁進出 甚至還曾發生有連結車要通過 卻卡住撞到明札的窮境 這裡是中扇里里民進出必要的重要橋樑 兩年前檢視的時候橋底下鋼筋裸露水泥塊大面積的均裂 到現在人還沒有改善 告訴目前有1396座的橋樑 每兩年檢測一次如果遇到地震超過4級 或是重大災害都會特別檢測 現在全台共有2.8萬座橋 屬於地方管轄的有2.1萬座 雖然沒有需要立即改善的圍橋 但需要強化的老舊橋樑超過千座 至於港務公司轄下的17座橋樑 則沒有被列入台灣地區橋樑的管理系統中 游走在全台列管橋樑的模糊地帶 其中嘉義的石谷盤觀光大橋 仿造這回出意外的南方澳大橋打造 民國96年完工是采用921地震後的設計標準 昨天經過檢測後結構是安全的 斷潮事件震驚社會 也讓中央到地方繃緊神經全面檢視 記者王家慶高雄報導 台中市海線地區有位Uber司機 9月25號深夜11點多 來到沙律區的自立路住宅大樓載客 等了幾分鐘他發樓騷 結果難可人以及幫忙叫出的男子 兩個人出拳痛歐 司機嚇壞了對著警衛師大喊幫我叫警察 沒想證明男子聽了繼續打 而且還嗆聲說叫警察也沒關係 社區到樓外一片寧靜 誰知道前幾天晚上發生暴力事件 打破住戶安寧 聽到有很多聲音啊 是我們也很多聲音啊 就吵架聲音這樣 吵架聲音這樣 這是我們住戶叫說沒錯啦 25號晚間11點 兩名住戶叫了Uber 卻遲遲不上車 司機說了句叫快車還要我等 引起後座男子不滿 接著你一言我一語叫車的兩名男子 李志仙斷裂 先是髒話飆罵司機 接著衝到駕駛座痛歐 司機才急著向管理員大喊幫我報警 他們應該是這個叫車的糾紛這樣子 雙方都認為對方可能在在等待 就等待之後就可能有一些不耐這樣子 還沒等到警方來 司機看準時機開車逃跑 兩名男子還不作罷 隨手抓起路旁的花盆腳錐 往車尾砸了過去 車體的部分主要是後引擎蓋的部分 後車廂 有輕微的插傷這樣 主要是在臉部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殺戮自立路 25號晚間11點多 好端端的接單載客 不僅錢沒賺到 臉部還掛彩 就連車尾都受損 決定向兩人提告 最後警方將兩人以傷害罪 毀損罪移送法辦 就有網易超商智凱台中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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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